好,那我接下来呢 这个范例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范例我不存 然后关掉 好,接下来我要开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档案新增 新增空白 空白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A4的文件 A4 因为预设是A4 但是各位一定知道说 如何去调整页面设计里面的大小 所以我们就点选页面设计大小 然后去调整我们的版面 然后接下来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我们可以去设定 假如说今天我们去参加研讨会 它要求我们的海报宽度90 高度11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把那个宽度啊 去调整一下 所以把宽度改成90 高度改成110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我们就假设先不动了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页 上次我有跟各位反讲过 什么叫做页 什么叫做页嘛 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点选确定 现在我们的大小是多少 是90公分宽 所以0到90 可是在这么宽的一个设计里面 我觉得有这个辅助线功能 对我们的设计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对齐物件 好,那通常我们假如说想要设计成两栏 那之前是段落里面可以设两栏 可是这个辅助线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画出来 例如说两栏 好,的一个边界线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谈的重点 所以点选辅助线 辅助线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形式 你可以设计成两栏 三栏 四栏就很早见了 我们通常最多设计到三栏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那个水平的 水平的文件,水平的海报设计 你可能可以设计到 例如说四栏 那当然啦 当然真的已经没有那个五栏六栏 可是如果啦 如果你希望手动来去设定 这下面也有这个 这个新增水平的 或新增垂直的 这个水平辅助线 或者是垂直辅助线 好,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常最常使用 就是这一种 点它 您看一下哦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放那个标题 一张海报最上面应该放那个标题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去做海报 这边一定是放国立阳明大学的logo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放什么 海报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放作者 然后接下来 那个作者下面是会介绍一些 作者是来自于哪一个学校 对不对 大概这些就是放我们的标题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放一个物件 例如说我现在哦 我先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你看一下哦 图片预留位置 当我今天是不是贴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个辅助线 最左边那个是边界 左边那个是边界 边界有看到哦 当我今天碰到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成比较明显的蓝色呈现 然后绿色 绿色是不是这样子呈现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方便我们去做一个排版 排版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哦 辅助线 辅助线 假如说我今天我再插入一个这个图片预留 对不起 假如说今天我再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都配置的刚刚好 刚刚好 所以希望希望各位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我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 可以吗 辅助线在我们画制作海报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学会在页面设计里面有一个辅助线 麻烦请设定 例如说两蓝的辅助线 就是辅助线这边选择这一种 选择这一种 其他你不会都无所谓了 其他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这些其实是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还有还有顺便你可以去玩一件事 就是这个线是可以调整的 线是可以调整 方便到时候我去把它这边对齐 有看到对齐 然后接下来这个物件假设搬过来 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可以去调整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齐 好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去决定 决定我们这个中间呢 那个两蓝的蓝句 好请你们先动手来去玩一下辅助线